接下來的時間裡 華為將於9月份舉行開發者大會 屆時將展示全新的EMU11系統 和下一代鴻蒙操作系統2.0 首先首款支持EMU2111的智能手機將是華為Mate 40 預計將於今年10月份發布 並且谷歌也將在9月份發布新的安卓11操作系統 這將成為後期EMU2111升級安卓的基礎 消息人士稱EMU2111的最終安卓11版本 將在今年第四季度得到更新 關於華為鴻蒙系統方面 從華為發布了自己的操作系統HarmonyOS那一刻起 該公司就不斷在向更多的華為設備上使用鴻蒙系統 余承東已確定即將推出的華為智能手錶 將開始配備HarmonyOS 此後不久,該公司還將開始在其他產品上使用該操作系統 包括物聯網、計算機、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 他還表示,鴻蒙系統未來將成為全球操作系統 鴻蒙系統將打破通信的界線 現在就可以實現全場景的智能體驗 同時依照先前的報導 華為可能會在今年9月發布的 AFA2020大會上一同展示該操作系統的第二代版本 即HarmonyOS 2.0 該版本開始面向計算機、智能手錶甚至汽車 智能手機核實出現,現在還沒有消息 上五月在比亞迪汽車上展示了世界上 第一個運行鴻蒙操作系統的車載系統服務 該系統由華為開發並提供支持 截至現在,華為鴻蒙系統已經推出達一年時間 但是鴻蒙系統一直沒有徽標Logo 其任何一家公司有一個新的Logo都象徵著它的身份 現在網絡上流出了不少關於鴻蒙系統徽標Logo的圖案 同時還有三種方案,這看起來並不是官方放出的 依照這三種不同的設計看起來也很不錯 但實際上,預計華為會在今年開發者大會上 亮相新鴻蒙系統2.0 此刻預計新的徽標Logo會被揭開免殺 同時,新的開發者大會上 華為還推出麒麟17系列芯片 該芯片採用5nm工藝 並將基於A78的CPU奶核 但是MX40系列可能是最後一批使用麒麟芯片組的手機 這一切藉由美國的禁令造成 因為華為公司無法再生產芯片 在此之前,華為的芯片訂單從新品發布 可以將為1500萬個Mate 40系列提供足夠的芯片 新的即將到來的Mate 40系列 預將有四種型號 包括Mate 40、Mate 40 Pro、Mate 40 Pro Plus 和Mate 40寶石節設計 他們都將採用曲面屏 儘管曲率不同,Mate 40 Pro以上都會為瀑布屏 並且後置相機也獲得了重大的升級 這就是目前關於華為Mate 40系列的一些消息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